好久没有给大家update一下自己的图片和命标图片如何制作才能出来一个比较干净立正的人像这么一个教程呢 最近正好这个Migjourney 5.2也rollout出来了 所以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update一下 一会儿我会有一个具体demo是一步一步怎么操作下来 生成一个比较干净的整洁的一个类似你自己照片的这么一个教程 然后视频的最后呢我会总结几点tips是如何生成这样的照片的 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再给大家做一些更新的这个把其他的照片和自己的照片摸着起来看会有什么效果 就只能说有一些想象但是期望值不要放太高 主要是还是觉得比较好玩这个project 然后我看在pinterest浏览上就是这个照片我很喜欢 这个吃应该是吃蜜瓜应该不是我们那种西瓜应该是新家那种蜜瓜的感觉 然后呢然后我又去找了一张自己的照片 我一般是从cana把自己的照片导出来 然后download下来的时候不要选这个transparent 我觉得效果并不是很好 随便给他放一个背景的唇色背景的就行 这个是把人抠出来 然后呢我放到mejourney上 让他describe了一下这个图片是什么样的 describe怎么用这个functionality 我专门做了好几期 可以我在这儿insit一个card 然后看一下怎么去做 describe了出来以后这个图片是这个样子的 我选了是我觉得前两条这回选个第三条吧 一般有点loss的时候就像我们高考做题一样默认选c 选个第三条这回 然后看他描述的还是ok 我就比较喜欢他这个帽子 然后那个把我自己的图片 刚才说最好是带个纯色背景 不要用那种transparent透明的图片 那个透明图片这种出来这个效果不好看 还是放纯色的背景 然后这个就是我把两张照片都放上了 然后这个是用的第三条的描述 那么这个url就是从我这个照片 每次都是倒数第二个选项 复制链接 然后复制链接就把这两个url给他po上 嘿 第三条描述加两个图片的链接 然后是v5.2 出来我感觉还可以 有一点点惊喜的感觉 特别是这个纯色背景 因为两个图片都是纯色的背景 这样他就是可能给AI 不是那么混乱的思维 让他冷静的思考一下 出来也是纯色的背景 所以这个是一个tips 然后呢 我觉得第一个 这个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我只放了这个 这个模特的这个照片 一个链接 没有我自己的图像 然后也是用的第三条的description 出来就是这个效果 就是不是很理想的一个效果 把自己的照片叠加进去是 还行吧 我感觉还是有那么一种 那个 因为我那张是闭眼睛的嘛 他还是能感受到 一点的 综合来说 我觉得这个系列我很喜欢 我们来仔细端详一下 这个第三张我最后给他放大了一下 这几张照片 这个系列应该是我最喜欢 有没有感觉 第一张 妹子的这个光线特别棒 特别好 和那个模特的那个光线差不多 因为我那张是闭眼睛嘛 他这张也是闭眼睛 而且这个颧骨 嗯 就得破一点 有没有觉得他这个帽子很像西葫芦 有觉得像西葫芦刻出来的 请 刘扣一 这个第四张也蛮不错的 这个 是很有内容物的一张 此处不可多于描述 这个头发 第二张的头发呢 有一点有点凌乱 所以总体比较下来 这个第三张的衣服 我并不是很喜欢 总体比较下来 第一张很好咯 然后 这是刚才生成的 还是西葫芦 西葫芦的帽子 我觉得这个系列蛮有意思 嗯 这个 我喜欢第三张这个姑娘的衣服 但是这个背景 有一些拉垮 第四张这个背景 颜色很喜欢 pose嘛 还是这个第一只比较好 这个第二只 这个苹果的头发 what happened somehow发现啊 从5.0到5.2 现在这个手啊 手的问题 你真理 虽然不是很完美 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奇怪的 以前如果是四张图片的话 三张绝对是有问题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从我这边看啊 还可以 就是 这几张手啊 就这一张 我觉得就是有点奇奇怪怪的 但并是并不是那么恐怖 现在这个机器学的已经 嗯 我我可以给打个60分了 大家觉得呢 手这块是不是有很大的改善 作为pultry的模式 现在这个四方格 我觉得 生成 现在生成这几张图片啊 我还是 比较满意的 我很喜欢这种后边是纯色 那种干干净净的照片 嗯 总结一下今天这个吧 和自己的 照片mix起来 第一点就是 一个tips 就是要用那种 png格式 但是背景 最好是自己的照片 背景是有颜色的那种 纯色的照片 啊 这个是 嗯 可以用看法来做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 呃 他这个手的 在5.2版本的 基础上 手是有很大的改善的 所以不要 这个东西就可以 不用惧怕 把这个手露出来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 如果找到了 嗯 喜欢的这个 比如说像我这个 找到了模特这张照片的话 这个 如果他这个 后面照照片呢 很凌乱的状况下 我建议去把模特 单独挖出来 也给他背景 换成这种 纯色的一个照片 这样 呃 两个照片 默着起来的时候 就是 呃 给他两个blend起来的时候 就不会出现很多的 干扰相 然后到时候 你也可以把这个人 也一起扣出来 anyway 这个就是 今天想分享的内容 呃 如果还没有看到 这个播放列表的 这个mejourney 播放列表系列 可以去再看看 大家一起玩 这个mejourney的过程中 就是抱团群乱吧 在这个过程中 肯定有一些 平时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呢 有可能会在 这几个播放列表中出现 所以点他点他 你有 trouble 那么 呢 感谢观看